根据万通互惠理财大学学费规划以及储蓄研究显示 由于意识到子女接受大学教育的重要性还有相关费用的高昂 华人家庭为了支付大学学费平均储蓄29,219元 该金额是比全美平均水平19,124元多出了53% 并在参与此项研究的所有足役中是高居榜首 万通互惠理财日前在圣盖博西尔顿酒店 发布针对美国华裔家庭储备子女大学学费情况的研究 指出华裔父母多把为子女储蓄教育基金列为主要财务目标 近三成华裔父母在子女满五岁时便拟存到足够时间资助子女完成大学教育的基金 平均储蓄金额比全美平均高出万元在各足役中拘手 中式教育的文化在美国华人中根深蒂固 他们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关切 在所有参与此项目研究的足役中排名最前 此项研究所调查的美国华裔家长 多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职场人士 普遍认可教育的价值 坚定不移地相信 良好的大学教育对子女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 教育费这么节节升高 那以今年来讲布朗大学的入学叫六万八千一百零九块 所以四年读下来这个学位读下来三十万美金跑不掉的 那以比例来讲所存的只有每一个家庭所存在只有两万九 这是远远不够的 那所以说我刚刚有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若是你今天有个小baby 他是今年生的2035他要生大学 大概知道说你要为他存多少钱 从现在起要他为存多少钱 才足够让他去上公立的四年大学呢 一句估计的话到以目前这种上涨的数据 从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来 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消费的成长是大概是25% 但教育费的成长是79.5 我们的医疗一直说哎呀一直涨一直涨 其实只有43.5 所以相对之下你可以知道说教育费涨得非常的快 那我们应该存多少才让一个今年生的baby 将来在2035年他可以上大学呢 根据这样子成长 我们大概觉得说你每个月要存大概571 存到2038年大概就可以还可以够 因为加上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 他可以保证你有这样子的回馈 我们这个公司怎么样去帮助中国的客人 那就像我有讲过我们的公司有八个地点 我们开的时候每个地点都是很重视中国的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在Pasadena有一个很大的公司 在那个Brea Diamond Bar也一个很大的公司 就是Irvine也很大 甚至San Diego也有 现在很多中国也在Beverry Hill West Side那边 也有一个很大的 所以就是我们的所有的agent都是住在这个中国区里头 所以他们的就是他们的neighbor啦 他们的客人 所以很重视中国的市场 因为我们的员工都是中国人很多 所以很了解中国人很需要的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怎么样服务他们 教育基金是非常的重要对中国家庭 这也是我们华人社区很多家长注意的priority 就是最注重的事情 然后今天这个讲座呢 也是我们的公司的support之一 然后我们公司也有很多免费的中文讲座教育家长 怎么样把小孩子的教育基金都很怎么样讲 完美的设计 我们主要针对的是一些新移民 而且是高进产值的一些客户 那他们的需求呢 就不光只是小孩的教育 而包括财富转移财富传承和对下一代 怎么去保护他们的利益 万通互惠理财是一家领先的互惠人寿保险公司 为其会员和保单持有人的利益经营 万通互惠理财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 包括人寿保险 残障收入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 年金 退休计划和其他员工福利 关于更多资讯请浏览官方网站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体员工福利